所以你有需要回到医保汗 是 我 大家都在医保汗冰屋城拍 只有现代的人会在这边拍 谁是现代的 现代的人举手 现代的人 现代的人 所以现代人就比较轻松 你也是现代人 我差点忘记我是现代人 因为我穿不了跑去国代 就是我的儿子 是你儿子 主席保育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所以现代人就比较轻松 然后古代人其实都要到 马来西亚义保那去拍 所以我们拍的蛮辛苦 而且 整个环境都很热 然后在一个乡下 就马来西亚乡上拍的 所以我们每天都从医保 然后去我们的地方开 大概要四分钟完 然后环境很温暖 那我们还有几种精神 还有一些情绪 什么的 所以拍的蛮辛苦 希望你们可以用 鼓励一下那些 OK 所以我们可能大概 让大家重溫一下 第一的时候 你们是什么关系 然后可能二的时候 又会有我们样的延伸版 OK 那如果现在有看古典 对 再重溫 再重溫 对对对对 我就是那个首先 然后看出来 然后现在 然后找我的喜记 到底搞得怎么样 然后这些 孙子啊 孙子啊 都搞得 不是怎么怎么理想 是是是 然后这个演练就来帮她 是 那那个时候的就是女生呢 就 反正那 换了好 换了不过呢 你这个老婆也不在了 老婆也不在了 然后就换了另外一个的话 换另外一个 换另外一个 对啊 对啊 对不对 还换一个给你 好 好 来 来 来 到女生说话了 就要先来说 其中一位女生 来 哈啰 大家好 谢谢你们今天来靠我们 我是 Rebecca 林慧宁 我在九仙保佑2是 半年两个角色 第一个是1918年的 陈初仙 第二个角色是 2018年的 Lina 那两个角色是 蛮不一样的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 要不要介绍一下 Luna 听起来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 哈哈哈 Luna 算是一个 新社会 新世代的女 女生 想法蛮前卫的 但是 也非常的感性 呃 在她的 她外表看起来非常的坚强 但是内心是 蛮没有安全感的一个女生 所以你的就是 不同年代的这个戏 是跟谁 呃成上关系的呢 呃我在1918年的戏 最多的是和 陈鲁大哥 还有陈鲁大哥 还有陈鲁大哥 一起对戏 OK 所以他们两个都喜欢你吗 还是 哇 真的很复杂 哦 真的很复杂 呃 我 OK 我可以讲 好 大家看戏就明白了是不是 来 机会来介绍一下 你的角色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就是祖先保佑 因为今天 现在的天气很好 刚才我们一路来 其实下雨都蛮干净的 对 现在的就是 啊 风和日并 所以呃 非常的感激大家出席 这次的活动 呃 我在祖先保佑2里呢 是新的角色 是饰演 呃 郑爵会这个角色 她是我们大杂医院房东的女儿 然后大家如果看我们 就是 郑爵会出场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她是一个很洋派 很西式 然后很开放的女生 因为她喜欢跳西式的社交舞嘛 可是其实 快看下去呢 你发现她其实的 呃 呃 观念啊 或者对生活的一些态度都非常好守 算是那个年代 1918年年代的一个角色 嗯 所以你的戏也跟那两个男生 有很多的牵扯吗 呃 在戏里面有三角电器啊 就是 宏吴还有 妖洞办理的角色 所以就 有点复杂 然后拉扯不清的 哦 OK 好 今天就是张妖洞呢 也因为是受伤吗 不来还是 就 他应该不方便吧 他不方便伤害是不是 对 听说是什么 他打羽毛球的时候 拉伤了是不是 是 这也太奇葩了 对不对 OK 来来来 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角色吧 大家好 那我 呃 我那还是视野回 没说不清的角色 还是延续这个组织导演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这里 也是拜这个贯传的作用 是 然后他们刚才去到古代 见了 所以你有去古代吗 没有去 你没有去 心有去 人没去 什么叫心有去 人没去 这什么演啊 心里有他们同在吗 人不能去 哈哈哈 OK 所以你就也 没有到你跑去拍戏 还是 我们只是负责新加坡 就负责你 OK 好 来来 俊成大哥 来说一说 我今天要这样做梦里啊 为什么 因为我要这样穿越了 真的吗 谢谢你 因为我很错乱的真的 那这边 因为老师讲戏里面 除了美心我的障碍的朋友啊 文文文龙龙龙 现在他们是我的二十个媳妇之外 其实台上的这些都比我老 蛤 所以我很爽 你们都是阿公阿嬷 对对对 所以有机会叫人家妈妈妈妈 哦 所以今天几乎差不多 你是最年纪的 所以我到现在我的生活 我就觉得很错乱 因为我一穿越没有回来 所以你看到我今天 是不是有点产生 你应该不用戴假扒 你应该穿铜装 你应该穿铜装 我没戴假扒 我就是真的 哈哈哈哈 哇 真的拍摄戏 蛮开心的 因为老实讲 我们在新加坡的西 你知道我们开西的那个家 有冷气有什么 所以刚才我听到他们那个 真的又很同行他们 但是又有点羡慕他们 因为他们完全不予乐乎啊 他们说不予的缺点 就是天气热而已 哦 那我们这边的优点 只是冷而已 其他都都不好玩 真的吗 西边是不好玩的啊 没有啊 整天都是在家里 啊 祖先保余 祖先保余 然后后悔就听到这叫 就呃 就跑到水里面去 他就那么穿越 就穿越 他没有我这句 这句纵语的话 他就穿不下去 哦 就是冒石头也 撑不下去 但是也有人讲 祖先保余 一种老虎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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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来说话 美心吗 美心是媳妇 大家好 我是美心 美心是第一次演这个吗 对 我第一次演出这个 然后我的老公就是汉伟大哥 OK 但我第一次知道是汉伟大哥 是我的老公的时候 什么表情 我很紧张 因为他很资深 然后特别紧张 然后我还把他说 他老公 因为他说 汉伟大哥是怎么样的人啊 他在现场会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后来他说他很好 他会教你很多东西 所以我在跟他开戏的时候 我也学了很多 对 学到什么 跟他开戏很舒服 他可以让你感觉 他会跟你说就是 等一下我会这样做 我就真正放开来 就把我当成是老公就OK了 就不用就是狙击这样 他让我感觉到 这个特别舒服 他会听到 他在里面爽背面 他在咖啡 他在笑我看到的 哈哈哈哈 所以这个角色之前 主天保佑第一是有的 对不对 是是的 是有意 是有意 OK好 那我旁边这两个也是古代的人吗 来 古代的人要听说话吗 古人 你们又是什么关系 要不要说一下 大家好 我是黄毅丽 我在主天保佑二年的角色是 刘赛文 我是一位单纯 有点傻 很善良 跟他从事的女生 然后我在感情方面呢 就非常倒霉吧 倒霉 谁是倒霉鬼 哈哈哈 想知道为什么呢 就一定要收看 然后我非常非常感觉 有这个机会演这个角色 因为我们在一保派的时候 真的很好玩 我们天天都在吃东西 吃到饱了 有什么好玩的 除了吃 还是就一直吃 可是你们怎么样 每天你们的身材 如果说一直吃一直吃 啊 我们有QG吗 哇 真的吗 对 哈哈哈 然后也是 看我有有有有啊 所以不会他 看我有有有有 哦 一直一直一直下水 对不对 可能因为大家都一起 在拍一起 一起 度过的 开心 对 OK来 你 你好 你好 我在主管 就是要做工 然后我跟 吴肖跟 叫做工 其实就 基本就是他们 对 所以你们是一家人吗 不是 因为我是一个主管的 货唱 然后大人的 supervisor 你管货唱的supervisor 对对对 然后我就按照吴肖啦 每天 每次 每次就去看门队 所以 想要追求 哦 但是我看起来 试试 就是 败类吗 这样讲 对 因为自我跟败类 就是一起啊 对 所以 所以 去哪里 快闪 OK 你继续说 不要剧头太多 就大概是那个意思 OK 好 好 好